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重庆果园港考察 听取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 铁路公路水路连运等情况的介绍 查看正在作业的集装相传 与此同时习近平还考察了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在柔信屏超高清显示屏等产品面前观看演示 了解8.5代液晶面板生产的工艺流程 用放大镜贴着玻璃面板观看里边的电路 他说五大发展理念创新摆在第一位 一定要牢牢把握创新抓在手中把创新搞上去